从前有一群住在地底深处的洞穴人 他们的主线已经住了好几代了 这些人一直以为整个世界就是狭窄与黑暗的 有一天 一位好奇的女孩到处闲逛 意外地走入一条陌生的地道中 她不知道她通向何处 但她还是鼓起勇气 顺着地道摸索前进 过了许久许久 突然一道强烈的光线 刺痛了她的眼睛 她捂着双眼许久睁不开眼来 过了一段时间 她才缓缓地放下手 窃窃地张开眼睛 朝明亮处望去 她看到了什么 绿叶平愁 阳光普照 大地一片鸟语花香 她不敢置信地靠着洞口 向四方张望 心中不住地赞叹着 于是她下定决心 一定要让全族的人都知道 并且来看看这美丽而宽广的世界 于是她顺着原来的地道跑回族群中 激动地向所有的人描述所见所闻 并且鼓励他们勇敢地走到地面上去 全族的人都为此一轮纷纷 甚至忍心惶惶 终于有三四百个人被说服 愿意冒险而逝 他们划着一具灿满的心情往上走向地面 走着走着突然一道强光刺痛的漫画希望到达地面的族人 这些族人由于受不了忽然的强光 我们的世界 各位 究竟是谁对谁错呢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 不出国不升学就不需要读书了 台湾是农业或者是公业社会呢 这个社会真的需要我们去读书吗 各位 究竟是谁对谁错呢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 不出国不升学我们就不需要读书呢 我们是住在山洞里的人 山洞里很黑 对啊 好黑哦 姨 你不要跑 你要跑到哪里去呢 你不要管我 你先回去吧 回来啊 回来啊 哦 是什么东西吃破我的眼睛 姨 这是什么地方 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呢 不行 不行 我赶快回去 告诉我的朋友 哎 娃娃娃娃 赶快跟我走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你要带我到什么地方 你不要问了 赶快跟我走啊 这什么东西啊 我眼睛好痛 那是因为你眼睛还没有适应啊 你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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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了你 啊 你让我来到哪里 下酒 我肯定下酒 坐在这儿 天静 我肯定下酒 真的好吗 我肯定下酒 我肯定下酒 我的天静 我们 Demok然是在关于第一水 我只能不能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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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